- 大家好,我是Ten,叫ModelBus的GermyNavon! 終於等到大更新了,等到我的頭髮都白了 那今天呢,我們會從愚人節版本一路更新到上週的大更新 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還是一樣,我們先來看Code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這次的Code有很多組 先來看一下這組已經過期不在清單上面的Code 這組Code主要是為了慶祝King Luffy頻道35萬訂閱推出的限時Code 輸入這組Code可以獲得這顆珠 然後再去世界爾的Metro Raid打血月 血月的話一場是隨機掉1-4顆 然後這個改過了,之前要更多 現在只需要15個血月就可以進化這顆珠 進化後會獲得這一隻布羅莉 那這隻布羅莉的話攻擊是帶火屬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達爾的下位 七星達爾的DPS大概是他的150%左右 他唯一的賣點就是是King Luffy的限定角色 跟被撲粉千萬不要錯過 不過現在講這個已經太晚了 因為Code已經過期了 所以的話我前兩天看還沒有拔掉 所以有拿到珠還沒有血月的要趕快去打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到這一組Bland Spot 我們知道有King Luffy的地方就有Bland Spot 既然這次King Luffy有新Code Bland Spot自然不會讓他專美於錢 輸入Bland Spot這組Code的時候會獲得這一隻 來自小林家的龍女僕 來自小林家的龍女僕的托爾 托爾的話攻擊帶電屬性並且還有燃燒效果 應該是目前為止第一隻會燃燒的電屬角色 深滿的話傷害還算高 但是跟我們等等要講的角色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數據大家看看就好 萬一托爾我比較有意見的地方是 托爾應該是火屬吧 畢竟他一人不合就要烤自己尾巴 電屬的話應該留給康納 既然都出托爾了不會不出康納吧 不會吧 看完這兩組角色Code之後 我們接著來看到比較特別的Code 就是這一組Chan Smoker的91 之前Chan Smoker好像有去ASD的DC群跟Fruit開直播 所以就有了這組Code 那這組Code特別的地方是他給的星塵是隨機的 像我就開出了49星塵 那我也不知道他這個隨機的range在哪裡 就是最多最少可以開出多少這樣 所以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用這組Code開出多少星塵 讓我看看我的49是非是歐 終於結束了Code環節 這一次的Code真的很多 而且還很複雜 我就挑一些有趣的來跟大家分享 接著我們終於來看新角色了 首先是星塵講詞更新 這一次的話一共有兩隻角色 分佈於兩個不同的星塵講詞 說實話我已經快要被Fu Jagger搞到Key笑了 幹嘛每一次都要把新角色分開放 新的放一邊舊的放一邊不好嗎? 我也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 每次講都沒在聽 兩隻星塵角都是來自烙印勇士的角色 一隻是之前就有六星的蓋子 蓋子攻擊帶火屬性 升到21級之後攻擊會帶有Rupture的效果 根據Google翻譯這個Rupture有破裂、裂開的意思 就跟我的心態一樣裂開 那它其實就像是流血一樣 破裂效果會在接下來的24秒內 每2秒造成一次傷害 蓋子有多強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聽說了 放出來的話要3000多塊 但是放出來的DPS就接近1萬了 升版的話DPS高達200多萬 再加上破裂的傷害和全範圍LOE 是目前傷害最高的塔 另外一隻來自烙印勇士的角色就是格里菲斯 7星格里菲斯攻擊帶暗屬性 升級到7級之後可以打空 升到8級之後可以緩速 升滿之後DPS也很高圈圈也很大 大概率可以取代現在無限的緩速塔 這邊要特別介紹一下6星的格里菲斯 以前比較常見的狀況是 6星角色有時候會不小心設計的太強 然後再出來之後過一陣子在NERF他 但這一次6星和7星的格里菲斯 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兩隻角色 如果說7星格里菲斯是無限輸出兼緩速的話 那6星格里菲斯可以算是從前期強到後期 故事無限兩邊通用的神角 放出來的DPS只比蓋茲少一點點 但是他只需要500塊第一波就可以用 升到3級只需要12萬塊就可以打出140萬的傷害 DPS的24萬已經超越前面許多需要100萬成本的角色了 升滿後除了DPS比7星的格里菲斯還要高之外 他還有一個技能叫做血月 跟合成布羅利的材料一樣都叫血月 使用血月技能後場上所有的狀態效果 例如流血、燃燒、中毒、黑焰、日炎 當然也包括裂開 當然也包括蓋茲的破裂 這些狀態效果每次造成的傷害會變成兩倍 血月技能發動後會維持300秒 全地圖冷卻600秒 也就是5分鐘有5分鐘沒有的狀態 所以現在打無限需要帶上七星蓋茲和六七星的格里菲斯 三隻星角 接著我們來看Z獎池的角色 這一隻一共有三隻Z獅子角色 第一隻是來自99的納蘭加 對吧?是99吧? 我沒說錯吧? 納蘭加攻擊帶火屬性是最新一代的金閃閃 放出來只需要500塊攻擊間隔0.1秒 並且放在高地可以打空 他會維持這個模式直到升滿之前 升滿後DPS有20萬,並且成本只需要4萬2 比剛剛的六星格里菲斯還要誇張 缺點是升滿之前只能打單體 怪多的時候容易漏 現在是看到藍色監獄的傑士一 傑士一攻擊帶水屬性 前期中規中矩,升到六級之後可以打空 最後一級第七級變成無限用角 DPS是偏高的32萬 但跟前面介紹的幾個怪物比起來相對遜色不少 最後一隻是練巨人的五四刀惡魔 五四刀攻擊帶暗屬性並且附帶流血效果 升到五級之後可以打空 講到五四刀就不得不拿來跟練巨人做比較 可以看到DPS的部分兩人可以說是不相上下 攻擊方式的部分五四刀是目標遠圈 練巨人的話是半徑 另外五四刀還有一個優勢是可以打空 除了三隻Z池星角之外 我們期待已久的五星SEBA終於可以合成六星了 六星SEBA攻擊帶火屬性 延續著他前期強勢的傳統 六星SEBA前期的DPS依舊不低 只是在前面幾隻怪物角色的登場之下 SEBA變得有點飢餓 後期的話DPS還是不錯的44萬 最主要是他的圓圈夠大輸出效率很高 比較可惜的是六星SEBA把從四星開始的前塔功能給拔除了 變成一座純輸出塔 看完新角色之後我們來看看這次又有哪些新RAID 首先看到是世界2Adventure的Berserker Raid 那他的話是暗屬 通關後會獲得這個面具 是用來合成這次的星塵角色蓋茲和格里菲斯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Random Boss Rush 2 是第一代的進化版 遊戲難度再升級 可以刷到的角色也變多了 通關的話會獲得這顆新的超級魔法珠 裝備這顆珠會獲得角色初始範圍的20%加成 同時還有全棋5%傷害加成 以及全棋7%的成本減少 範圍的部分比新的40%範圍珠還要少一半 成本的話也比新的成本珠少8% 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全棋傷害加成 他是第一個擁有全棋傷害加成的寶珠 之前的珠都只加初始傷害 所以我建議把這顆珠給隊伍當中的後期主C使用 接著是世界1的修檔1 那他的話需要達到145等才能挑戰 怪物是電屬性 通關後會獲得這隻黑色午夜草的拉克 拉克的話攻擊帶水屬性並且帶有短暫的石停效果 深滿後可以打空並且還有大面積的全範圍石停 可以把他當成U9的進化版 最後是已經過期的愚人節限定RAID 他之前出現在世界1的蛇道最前段 通關我會獲得這隻背空 就是悟空和達爾融合失敗的某種型態 背空攻擊帶水屬性 擁有目前為止最大的攻擊範圍 如果帶上範圍珠和BUFF的話攻擊範圍會超過400 目前想到最適合地圖就是寶珠材料的圖 比較特別的是背空的合成跟很久以前的悟集塔一樣 都是需要一隻悟空和一隻達爾在場上 再放上背空才會融合 並且一樣可以吃別人的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男人在復活節結束後一個月才開啟復活節活動 正當大家以為他要草草過完活動結束這個回合的時候 他接下來的一番操作卻驚呆了眾人 男人名叫小果 只見他不慌不忙不疾不徐 在活動開出兩三個獎勵後就直接拋棄 連續好幾個版本都不再開蛋 正當大家都以為他忘記的時候 時隔一年好不好 我們都以為是2022年的復活節活動 硬是被水果玩到2023年 然後各位復活節就過了 那我們這一次一口氣開了4顆蛋 完整的開完了總共10顆蛋 這10顆蛋之後有機會給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那我們今天就把重點放在4顆新開的蛋 100%這顆開出來的是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的主角暗影 暗影開出來需要一點材料 並且開出了6星暗影還可以合成7星 7星暗影的話攻擊帶暗屬性 並且附加流血效果 從數據可以看出來是一隻強力的流血輸出角 搭配剛剛的6星隔以飛斯技能效果 可以造成大量的輸出 但還是差蓋滋一點點 98蛋開出來是這隻火影的止水 止水的話攻擊帶草鼠 並且附加燃燒效果 自從上次水鼠會燃燒之後 上面電鼠也會燃燒 現在草鼠也會燃燒了 不知道那些怪被燒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升到5級之後可以打空 升滿的話是一座不錯的燃燒輸出塔 本身的DPS就比很多普通的輸出塔還要高了 再加上燃燒效果 可惜前面有兩個很變態的角色蓋滋和艾 感覺他之後可以出不同的狀態效果打不同的關卡 例如流血關或是燃燒關 這樣的話又有更多的角色可以用了 88蛋開出來是這隻還是費斯的伊斯塔爾 伊斯塔爾攻擊帶電屬性 升到3級就可以打空 升滿的話也是一座中規中矩的無限輸出塔 最後是40%彈可以開出火影的鬼燈水月 鬼燈水月的攻擊帶水屬性 升滿後可以打空 數據的部分可以算是這一次更新最普通的角色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到新膠囊 這一次的膠囊叫做Shift Capsule 應該算是... 廚師膠囊嗎? 我也不太確定 那這一次的話因為我比較認真 更新影片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還找不到膠囊的全部角色 主要是我沒錢沒辦法自己抽 但是已知的情報是 這一次膠囊的兩隻Legendary角色 分別是雷影雙兄弟 艾和奇拉比 另外就是這一次的Legendary和Epic角色 都已經有祝福特效了 所以想要收集的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之後如果有抽到比較厲害的膠囊角色 再跟大家做分享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Star Pass更新 這一次的話毫無意外 又是七龍珠主題 建議水果多看一點其他動漫 那這一次的兩隻一等角色分別是貝吉特和布偶 然後他們分別會在50等和100等的時候 達到6星和7星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角色 我們一樣按照慣例等全部開完之後 再跟大家一起來看 最後是萬眾期待的陶恩木的終於刷新 又有1100的星辰可以領了 然後這一次的話也更新了新的100層獎勵 是R10的羅斯瓦爾 數據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隻也是比較偏向收藏用的 這樣一來他們一家人也算是在ASDD團圓了 其他更新的部分這一次一樣也有很多 那我們只講比較重要的幾個點 首先傷害任務上限又提升了 這一次一共有15000鑽可以領取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鑽子要怎麼花 然後是七星的霧飯Buff了 但我本來也沒有再用這一隻 所以我也不知道Buff了什麼 但我知道有很多角色被暗改了 更新清單上也沒有寫 像是藍染又被nerf了 現在要放出複製怪變得更難 還有一些角色可能要等到大家去用的時候才會發現 然後是祝福特效的部分 最近作者們開始狂做祝福特效 做到都有點不稀有了 那這邊的話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新增或是有調整祝福特效的角色 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歡或想要的收集 最後是可交易角色清單 讓我把它做一個極簡化整理 大概就是塔模式 部分的Star Pass 還有部分的復活結蛋角色可以交易了 那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沒有很強 很強的角色目前都是不可以交易的 OK以上就是這一次的ASTD更新內容 角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還是一樣 大家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角色去收集 或者是小孩子才做選擇 你全都要也可以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片 分享給身邊有在玩Robots的朋友 你花了多少薪塵抽到蓋茲和格里菲斯 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 我是Nik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